AO 了世紀天天的故事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賽爾特人對上危機人 這場比賽是HERA對上丹尼爾的練習比賽 這場比賽也是HERA在5月31號的凌晨時候 邀了一些職業學生們 一起來打下這個軍閥3的比賽地圖 因為軍閥3最近的主賽事中午要開打了 沒意外的話應該是這個禮拜六日就會開始打了 這次的主賽事也是非常多的世界頂尖好手 互相較量 HERA趁這個時候多多練習了一下 我們看到HERA這邊是選擇了賽爾特人 賽爾特人在這樣地圖的發揮 算是一個不錯的發揮 因為他的路徑是非常近距離的 領域就放人家超近 不管你是要打投石車、奴炮路線 或是收爛武士路線都是一個非常接近的地圖 而且賽爾特人擁有劍塔跟城堡的攻擊速度加成文明 他也可以使用寶推或是劍塔推進行推進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那開局時有非常多野豬 所以雙方開局都會嘗試去卡對方村民 把對方的村民給卡死 好那丹尼爾這邊盡量卡 但HERA這邊也在卡野豬 這邊還想多拉一隻嗎 那通常都是一次拉一隻喔 除非有比較近的 所以一開始雙方都會先下TC之後 馬上去拉野豬 看起來HERA這邊拉對方的野豬拉的有點兇啊 丹尼爾這一側的野豬已經所剩不多了 算他中間一隻 那HERA這邊總共還有三隻野豬可以吃喔 看一看丹尼爾有什麼想法 要不要提早拉出文明過去呢 那先來回頭講文明的部分 那賽爾特人他的伐木技術是有二級伐木 但是他天生會增加這個伐木速度 所以實質上來說 賽爾特人算是伐木最快的文明 那他的步兵速度也是移動最快的文明 那賽爾特人整體打起來算是以步兵為主 雖然他有遊俠 但遊俠不是那麼常見 通常還是用松蘭武士取代遊俠的地位 雖然他的遊俠沒有三級馬卡也沒有品種 但是在城堡時代時候 有些情況還是會去使用的 例如沒有這個 沒有城堡時候 就沒有松蘭武士的時候才會去出騎士 結果這一村還是被丹尼爾給卡死了 丹尼爾這波卡得很漂亮 好拉回一隻野豬繼續吃 那目前村民豬領先 丹尼爾領先一隻村民 野豬的部分吃了三隻 那後方即使沒有吃到野豬 後面還有是有鹿可以吃的 所以不用太擔心 中間的豬肉沒吃到就會非常落後 但是你能拉到多點豬肉還是對自己有利的 好那接下來介紹一下丹尼爾 這邊選擇的是維京人 維京人擁有免費的手推車跟輪軸技術 讓他整體經濟變成世紀力國裡面經濟最好的文明 但是他後期沒有火炮也沒有火槍 所以會比較面臨陣地戰虛弱的問題 甚至升旅也不太行 但維京人有狂戰士幫的關係 所以他的強弩可以高達C點傷害 後期主要還是以步兵加上弓兵組成的路線 騎兵路線跟賽爾特人一樣不行 沒有三級馬卡也沒有品種 完全就是跟賽爾特人同一個模子 但是維京人是沒有有效的 這一點維京人就會比較虧 好那看到丹尼爾這邊豬肉吃不成 往上吃果子 直接轉吃素了 這個豬肉不吃轉吃後面也會 ok因為沒有辦法 前期的強野豬大戰落後了 就只能這樣了 那目前可以看到HERA的資源已經領先了丹尼爾 纳約100多的資源了 好吃野豬的採集速度還是比較快一點 好丹尼爾把這張地圖當成阿拉伯達 稍微圍了一下加里 那下方的位置也是有非常多黃金 主金的部分 五黃金非常多 後面還有一塊金 那這張地圖可以盡可能的打黃金兵種 也可以說是說誰出垃圾兵誰就輸了一張地圖 有黃金是非常多的 那維京人打黃金兵的部分的話 能選項的東西就只有 中投 弩炮還有大衝車巨頭 還有強弩 維京狂戰士 劍兵勇士 這些東西都是維京人能用的 那重裝騎士當然也是能打 但是屬實罕見 不太建議使用重裝騎士這個選項 而且你出越多越沒有優勢 好 那Hera這邊是要打一個職城 經濟上應該是可以馬上就補下了4級 4級有補嗎 有 在後面 這裡稍微買賣一下 就有這個資源 可以點城堡style 好 買賣一下 OK 直接升職城 Dania這邊也是想要職城 但是速度還是慢了一點 畢竟野豬的肉給的實在太多了 這裡還要被迫撒農田才可以穩定肉量 這就會稍微類似一點 那Dania這邊資源已經輸了大概300左右的資源 好 直接上大石牆 打一個最穩的 穩中之穩 好Hera這邊是決定 上職城之後 要轉弓兵還是要轉步兵呢 那如果這裡有挖石頭的話 可能就是打松蘭武士 那如果沒有挖石頭 這裡 就要思考一下要打什麼東西 還是要打一個身頭前壓呢 塞爾特人的身頭前壓 是非常強大的一個招式 壓制力非常強 工程器攻擊速度之快 好 果然還是要打身頭 這邊已經被偵察到了 Dania這邊拉兩隻村民想要來解決這隻村民 好 用這隻 馬給卡死 Hera這邊還偷了一個織布啊 所以這個村民死的速度非常快 好 產了一隻騎士 過來解一下 OK 這就是我們開頭講到了 通常賽特人會出騎士 就是自己沒有城堡的時候才會去出這個騎士 這個時間點出騎士 稍微給點壓力 然後再補個修道院 神頭組合就完整起來了 那Dania這邊是選擇了 海軍開局 走了這個 維京大戰船 維京大戰船 算是一個蠻特別的單位喔 只能在城堡時代產出喔 那維京人也沒有這個火戰船的關係 所以主力喔 還是要靠這個奴炮戰船 或是維京大戰船 好 那維京大戰船 這邊就可以開始poke 前方的城鎮中心 Hera這邊後面可能要補一個 新的城鎮中心才行 但是現在要先穩定一下 前線的工程器製造所的 攻擊傷害了 那Dania這邊也是補了一台 輕行頭石車 喔 這裏才被砸死 反應很快 好 上方的厚米廳 現在只是一個人在吃素 後面開始開了農田才採礦 並沒有太多的往外擴展 好 兩臺維京大戰船 稍微反擊 這裏再繼續補一些房子 繼續進攻後方這邊的石牆 投石車出來 往前找 一台換掉 OK 直接投換一台 後面再轉一發 打到了騎士 OK 有投石車的話 這邊就可以稍微擋一下 那這裡 目前Hera在等石牆被打破 那這邊應該還會再補一些新的石牆 直接過來修嗎 這樣修很危險哦 可能是想要引對方Hera的投石車過來 下方木門有點危險 騎士收村 投石車直接砸死了一隻村民 左邊的圍巾大戰船 正在繼續poke 後面生女遭翔逼退了騎士 右邊補了一個新的城市中心 Hera左邊也是 兩邊走了一個開農路線 這邊想要穿進來 還好 他拍的是這個位置 OK 那目前DANNING 正面有點危險 生女要擋這些投石車 不太容易 可能還是要轉一些機動性單位 尾巾狂戰士 或是騎士 進行反擊會更好 這裡有四個人挖石頭 開始轉出了一級農田 下面這個區域可以打算偷偷溜出去 偷開TC也不錯 好 Hera這邊也是轉了3TC開農路線 好 點下來一級農田 投石車砸一下 好 但是高打低 插拼球 不太容易被換掉 這裡再補玉發 換掉 Nice Hera這邊利用了賽特的克星 高速攻城的效果 成功換掉了丹尼爾的投石車 好 丹尼爾這邊補下了一個大學 是要身躲牆嗎 打一個萬里長城維京人 防守反擊開農路線 好 那前期應該就不會有太多的打鬥 我們直接看到地龍塞好 好 補了第三艘 維京大戰船到前線 直接棄手城鎮中心 好 現在雙TC農 第三個城鎮中心要往外開嗎 還是要繼續往裡面開呢 好 這邊騎士中午衝入進去 還帶了一匹爺嘛 跟著騎士一起進去溜達一下 好 維京人這邊是選擇了防禦箭塔路線 而不是躲牆 OK 防禦箭塔路線 手投石車壓制 是一個不錯的方法 在維京的打法裡面算是蠻常見的防守方式 畢竟維京人的生旅科技不太齊 所以走這個箭塔流算是比較穩定一點的 防守方法 不只可以防投石車也可以防止騎士亂串 而且本身後期走三級射路線機率也很高 好 再補一個二級射 好 這樣投石車看到箭塔 就只能往別的地方打 那如果能摸到這邊 城鎮中心的話是最好 那要摸城鎮中心之前 要先把這個工程器製造所給解決掉才行 好 上方再補了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3TC開農 HERA把城鎮中心補在裡面 第三個也是正常開農 兩邊分數差不多 這個大學雖然被換掉 但至少該升級好的科技有了 好 這邊丹尼要思考是要不要補一個防禦箭塔在這裡 如果不見的話 下面可以再多開個城鎮中心 這裡再補一個 或是這裡 這裡再補一個 經濟趕快開農好 然後這裡再補一個城堡或是防禦箭塔 然後繼續防守 好 直接再補下左邊 繼續開農 兩邊打的是一個 農爛 雖然森鎮稍微反擊 但是對於投手車還是沒轍 沒有辦法做出大反攻 現在就是開農 穩農 好 HERA也沒有全面進攻 兩邊都是走一個防守 反擊 進攻反擊的一個路線 核心目標都是開農 好這裡馬上補下了第五個城鎮中心 補TC開農 HERA這邊也偷偷開出去了 城鎮中心 二級農一補下 好 HERA這邊點下第四個 城鎮中心之後馬上補下帝王時代 二級農田也點下了 這邊丹尼爾TC開的太多的關係 帝王時代還有一段路要走 6TC打4TC 那維竟然這邊經濟確實可以追著上HERA 但HERA這邊有實在上的優勢 丹尼爾這邊要小心了 可能會有農過頭的疑慮喔 好 這邊吃野味的村民被抓 再逼退了回去 遊二級射 城鎮中心傷害非常的高 回跟城堡在中心的位置 好 這裡蓋寶 TC又回來 好 殘血收掉 好 塞特人點下了步兵鎧甲 看來是要走一個松蘭武士路線 電魂時代還有兩分半 這個時間有點漫長 松蘭武士開始量產起來 第二根城堡開始補下 產能先確定好 才可以繼續 那維京人呢 他擁有這個金銳火炮戰船的文明關係 所以HERA把城堡蓋在比較內陸一點的地方 這算是一個要量產UU的一個細節 你不能讓自己的城堡 暴露在危險的環境之中 這樣你的產能就會下降非常多 好 松蘭武士進去開始輸出 抓掉了一台投石車 森旅也倒地 這裡村民開始難逃了 哇 松蘭武士就是塞爾特人的騎士啊 這個騎士便宜又痛 傷害跟遊俠還一模一樣 14加4 18點傷害 好繼續砍 哇沒一隻騎士衝進來 維京狂但是還有點追不太到 跑速是1.05 松蘭武士跑超快的 1.38 只要維京人洞真格跑起來 不是 塞爾特人跑起來 維京人是看不到塞爾特人的車尾燈的 好 松蘭武士直接變成 海盜 想要登船上船 攻擊這些維京狂戰 維京大戰船 不是狂戰士 維京大戰船想要拉打 但是 松蘭武士打戰艦的速度 傷害其實是很高的 好 這邊追著打 先把這個碼頭解決掉 好 前線補下了更多的工程器製造所 4個工程器製造所 這裡6TC開了 從後面補馬就 才剛說這一把 黃金很多 可以考慮走騎士路線 但沒想到還真的走了 黃金雖然多 但 能用得到嗎 好 招想一下 前面兩隻 欸 不理嗎 回頭理一下吧 好 接掉上放生鯉 下精銳升級 最後一艘維京大戰船 終於被拆掉 好 補下了 正面 一根城堡 黑魯拉 開始也把城堡 開始往靠近岸邊蓋了 三根城堡 樹立在內陸裡面 好 維京也把一根城堡 補在了上方的 農地裡 這裡補下了 重裝騎士升級之後 二級馬海提升了 OK 這個馬比 比這個波爛的馬 還要更殘廢啊 好 但是現在強弩要成型 速度並不是那麼快 先直接走騎士路線 才追得到收爛武士 雖然強弩是打得贏收爛武士 但是要追不到 也是個問題 好 騎士是一個非常好的選項 黃金多 打騎士 雖然武士 被維京狂戰士打也是有點痛 喔唷 維京狂戰士也蠻能扛的 基礎傷害12點 但是精銳移好之後 雖然武士的傷害也會高達 14點傷害 比這個維京狂戰士還要高2點 好 這一波騎士並沒有回家救 這裡只靠了兩根城堡 守住了雖然武士的騷擾 騎士的目標 可能是要先行進攻 塞爾特人家裡的經濟狀況 這裡也是補了一個雙寶 這裡化學也點一下 這裡繼續收 現在村民處163村 對上125村 丹尼爾的村民處下降的有點明顯 騎士也到了HERA家 HERA開始也受到了騷擾 這裡騎士開始反擊 但是城堡上還是很痛 沒有三級馬凱 騎士其實撐不太久 這裡要轉大衝車嗎 還是要轉個 投石車呢 我覺得這邊轉衝車可能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衝車配松蘭武士 各位松蘭武士掩護的很好 哇這裡一個包夾 我們來回頭看一下 HERA是怎麼包住這一坨騎兵的 這坨騎兵走進去 HERA直接想要蓋房子往後蓋 這邊再圍起來 下方這裡有木頭 這裡農田低調 再補了一個木門 這裡是覺得放棄了吧 哈哈 直接不空了 圍得還算不錯 雖然最後一個機會 還可以往右側逃 好 那這邊騎士繼續往賽特加里送 圍巾打賽特 弓兵通常不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單位 因為圍巾的弓兵 可能被投石車給壓制住 那如果你打騎士或步兵的話 移動速度上又追不贏這個賽特人 那賽特人打騎士路線的話 又有遊俠可以打 所以池子上圍巾人要打一支場的勝率 是非常非常低的 除非可以靠海戰 拿下一些優勢來 例如成型海戰 但是如果成型海戰 就意味著陸地的人口會不夠用 陸地的人口不夠用 就很容易被逆轉 這是圍巾人在這張地圖 比較難受的地方 怎麼打都有點 沒有辦法比對方還要好的感覺 這個騎士是不是忘記升級跟蹤技術 怎麼好像跑得有點慢 1.35 雖然武士都跑得比較快了 都能追得到這些騎士了 直接被設施 現在圍巾人完全不知道該怎麼打 是我的話我也不知道該怎麼打 這投石車出來 弓兵出場也沒用 而且還升級了重頭 這張地圖正是黃金天堂 一直黃金兵一直爽 全部都是黃金兵 誰出垃圾兵誰倒楣 好這裡補了二級攻 中間的海戰路線開始回頭成型 現在有三級射 但是沒有足夠多的圍巾大戰船 現在圍巾戰船還是顯得有點武力 甚至不是精銳版本 好旗幟直接上前硬扛 收爛武士無情開 哇這裡有點慘烈 來了來了重心投石車 回天滅地的力量來了 砸得非常舒服 好再來一發 往後閘 吞上開來 拍到了 預判成功 丹尼爾的心態炸裂 搭出了GG 我們恭喜 赛特人 拿下比賽的勝利 丹尼爾真的是相當絕望啊 這個微技能 要怎麼打後期赛特人 這是一個非常巨大的難題啊 而且是在對手有黃金充足的情況下 微技能即使有黃金 也很難反制回去這些投石器 跟這個松藍武士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是由賽特人 HERA拿下支援上勝利 微技能只有石頭小贏一點點 其他都是輸的狀態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請 исследаемся 另外1個部影片 啦 按下 awards 按下鈴言 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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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